還要關心南加州的油價 南加油價今天是連續第26天飆漲 落縣有些加油站的油價 已經漲破每加輪5美元 成為全加州油價最高的地方 面對這種情況 許多駕駛人感到相當無奈 這裡是阿罕布拉市的一家加油站 快到中午的時候 工作人員忙著換看板上的油價數字 因為今天油價又漲了 落縣平均油價今天每加輪漲了1分錢 達到4元2毛9分錢 是去年10月26日以來的最高點 落縣也成為加州油價最高的地區 而成縣地區的油價 今天也上揚了1.2分錢 來到了每加輪4元2毛8分錢 是全加州油價第二高的地區 面對油價節節飆升的情況 不少華人是感到相當無奈 也沒辦法了 住在南加州這邊油多 還需要開車這也就沒有什麼辦法 這個油價就是忽然漲忽然跌 這樣就覺得我們有點承受不了了 如果說是承受不了 可能開大車的民眾感受更深 有時我們開這種大的車 那個很勢力 以前一箱80塊 現在有80塊 後來掉到60幾塊 現在又回來80塊 太勢力了 油價忽高忽低 讓許多民眾搞不清楚怎麼回事 而造成南加州這波油價上漲的原因 根據南加州汽車俱樂部的說法 使煉油廠在維修 造成供油量下降 短期內油價恐怕將持續上揚 那麼大家準備如何因應呢 搬去靠近工作的地方嘛 替代方只能是開省油的車 面對油價不斷上漲 大部分的駕駛人也只能無奈地接受 目前洛杉磯縣已經是全加州油價最高的地方 未來要如何省油考驗著大家的智慧了 18台新聞黃明儀 張憶瑞 阿罕夫拉市採訪報導 後面我們會見到 記號